我來龍貝 我來龍貝 你來教我你 我走四六分是日本籍 這個事情鬧死沒止 就不要打這個來破壞 我講清楚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隨著日本店家在實體店貼上一堆反共標語之外 有什麼八九六四啊 香港獨立習維尼天滅中共 一天比一天還多啦這個標語 那除了新增這些標語之外 也吸引到非常多的中國反賊跟日本人 到場支持甚至有部分的台灣人也到場支持了 那這幾天都變成了排隊朝聖地啦 非常感謝小粉紅為日本的經濟復甦做奉獻 而在Google的評論上 這家店也被洗很多什麼八九六四等等的反共標語支持 避免小粉紅再來鬧事 小粉紅看到就不敢點開也不敢留言對吧 只能說最會做死的生物啊 非小粉紅莫屬啦 所以我前幾年一直叫他們什麼快樂樹朋友 對吧 不知道的朋友可以去找Happy Tree Friend 就知道是什麼意境啦 而最近日本網路上也傳出啊 日本的三口主的人啊 要露收這些所有道場鬧事啊 以及拍攝甚至是隨行的中國網紅 或者是小粉紅都要給揪出來 因為你們欺負一個日本老人家 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三番兩次的這樣鬧 東北的粉紅率先已經把影片都給刪除了 那由頭六四分呢 這幾天也沒有再更新影片了 而三口主啊還找到這個由頭六四分呢 他已經入籍成為日本人了 我真的會笑死耶 你口口聲聲在那邊 咱們中國人我們中國人 中國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國 結果你自己跑去當你痛恨的日本人 你還有一集在嘲諷廣島的原子彈耶對吧 我們還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搜什麼 由頭六四分被打了嗎 對吧 接著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條影片 由頭四六分是日本級 日本最大的非社會團體三口主 已經調查出來了 由頭四六分原來是 人家是日本人 他和這個日本店家演個雙簧 目前貼出了更加苦華的兩張海報 導致我們在日華人 拿著中國護照的華人都很被動 還有在駐日的大使館這個人員 也很被動 他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然後銷聲匿器了 後果他也不拍了 是吧 他是高級黑低級紅的典型代表 大家不應該支持這種行為 他一個日本人 他愛的國肯定是愛的是日本國 不可能愛咱們中國 愛咱們中國的肯定是咱們中國人 這是咱們中國人的事 用不著一個日本人在那激情四射 是吧 假裝表演 由頭四六五分 你一個日本人你想干嘛 和那個自己的日本同胞 是吧 演雙王 你幹嘛你想 哈哈哈 好啦 真的非常的搞笑 這就是妥妥的漢奸 要你們當中國人 對吧 要你們中國人仇日 自己入籍日本 小粉紅的錢怎麼那麼好賺 那麼好騙 難怪一堆的套路 都是相似的中國營銷號 難怪一堆舔共的台灣人 也會過去賺你們的錢 但是啊 他始終不拿中國護照 對吧 像小粉紅到海外 都拿海外的居留 或是拿海外的護照 然後再說祖國偉大 另外一位自稱是 成真的中國炫富型網紅啊 更慫 直接拍片說啊 咱們不講這件事情了 我們也不要再過去看了 怕打擾人家 這個時候就 怕打擾人家了 吼 那個時候拎著錢的時候 怎麼不怕打擾人家呢 你酒駕撞車的時候 怎麼不怕打擾人家呢 慫啊 看到三口主看到八九六十 就不敢勾一句拍了 小粉紅果然都是俗啦 對吧 三口主說要來找你 哎 我們不要再來了啦 好啦啦 我們放過他啦 這些標語啊 什麼八九六四啊 打倒共產黨 打倒中共 你覺得這些標語 可以在中國之內放嗎 不信你們放 然後拍照打卡 宣傳 來電打卡 跟這個天滅中共拍照 送一盤生蠔 你看你電視怎麼下場 馬上被查封 關閉 就不用我多說了 而這個陳真啊 真的是蠻聳的 把小粉紅那種見風轉舵 誰贏幫誰 精致利己主義的特性 發揮到了極致 我們帶大家來看這個炫富型網紅 他自己拍的 慫包影片 兄弟們啊 前兩天我發的那個 禁止國人入內的 這個日本的中華料理的店 這個事兒就到此為止 不要去談了 原來是說亮哥也是 到這門口 就說人不在吧 或者說人可能在裡面 不過誰人去理論 當然人家沒出來 說實話啊 就是在日本這種人 那就是按照亮哥來日本實際 就這種 這種日本人其實是很少的 日本是還 總體它算是一個 挺和諧的國家 這裏的人呢 咋沒有那麼大的就是這個女生 歧視別人 因為在這個事情呢 到此為止 多一個理解 那當然 我們再看到的 類似的行為 我們肯定也不會慣著了 就此為止 就不要再把這個來破爐 破爐出去了 怎麼樣呀 這是一件好的事情 我多傳遞一些正面的陽光 把這種 不好的這種經歷 唯一放掉他 好吧 你們一直愛著我 讓亮哥去 亮哥也去 就此為止 不去亮 好吧 人家也已經把牌子撤下來了 人家也已經挑戰了 對吧 還是要 海派華人啊 海派華人 努力做自己 自己失眠鏡子 自己私立陽光照耀著 永遠是自己美好的人生路 加油 我建議所有小粉紅都要去擠爆他 因為 這個洆湞說 你看 人家已經把牌子放下來對吧 但是他換上了更擄 擄你們 偉大的黨主席 偉大的聖上 偉大的 黨領導的 黨中央 他換這些烏魯的標語 你們小粉紅覺得沒事嗎 真的覺得沒事嗎 如果覺得沒事的話 怎麼天天在罵我們台灣呢 所以建議你們小粉紅去舉報 他就是這個 低級紅高級黑 好 這其實真的蠻好笑 你看這條影片就是 啊好啦 我大人我大量不跟你計較啦 要這個 和諧社會嘛 要 講真的就你爽嘛 你怕傷口主找你嘛 真的是 小粉紅都是欺善趴爛的這群人 真的沒有例外 那究竟 傷口主有沒有真的要找這些中國網紅啊 究竟是不是謠言 我不知道 只是網路路上在傳 好 那最近還有一位中國大爺 跑到金國神聖前面去揮著五星旗 痛罵日本 還吐口水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條影片 也是非常的暖心 搬女兒本 中規萬聖 莫害中規 哎呀你要講文明 你不講文明 你大多人給他去吐 那就是 這很難 這金人你沒得把他文明 哎呀 你不講文明呢 好 因為他不跟你講文明啊 對 他以前去年中規的事不講文明啊 人不幫我別開人啊 人不幫我別開人啊 兒子去年中規的時候 那我喝一汁都不 啊 人不投資啊 你不是吧 哎呀去年中規 那張老百姓受苦的了 哎 我是真的不知道你們這些素材 是要拍幾次 不一樣的人 一樣的套路 一樣的劇本 拍不逆眼 亂吐口水 比中止 還說人家日本沒文化沒素質 沒有文明 你搞笑吧 我已經說過了 說過恩變 日本有個分水嶺 就是戰後的軍國主義 軍政府 跟現在的民主日本 是兩回事啦 當時日本要賠款中國 中共國說不用 不用賠 只要你承認一個中國原則 中共代表大陸的政府啊 那就不用賠償 而日本啊 還附帶無錫借款給中國 給中共國發展建設 這點我們在日更影片時不時會提到 結果中共至今錢還沒有還日本 放任一堆小粉 再仇日 人家日本已經付出代價了 他做出選擇了 這兩個S的中國人都比日本人多得不深美局啊 所以有時候看一下 俄爸爸 跟這個三口族 有時候硬碰硬對小粉紅越是有用 你越禮貌越跟他強調民主自由 他越佔著你的便宜 對吧 因為他會覺得你比他高一點 為什麼你要對他禮貌 你是不是對他有利可圖 你是不是想從哪裡拿點好處 所以你對我逼宮逼近 這點我不接受反駁 我去看抖音上的中國 跟中國古代宮廷鬥爭就知道了 難道現今的歐洲人還會仇視德國人嗎 因為納粹發動了侵略戰爭 你有看到英國法國波蘭之類國家的網紅啊 跑去柏林像你們這樣天天大鬧拍片嗎 還是有什麼法國網紅跑到倫敦大鬧 吐口水 恰的英國對法國的百年戰爭 然後德澳之類的網紅也跑去凱旋門那邊 痛罵拿破崙 痛罵現在的法國 真心不知道你們頭腦整天都在裝什麼 那影片的最後還有一位自稱旅居15年的小粉紅 拍攝中國的一個自動換馬桶套的儀器 嗆美國落後破敗不堪 美國沒有這種東西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條影片 我不是吹牛逼喔 你看喔 看他 是你帶換的 隔美國誰講過 鑽人放手機隔美國誰講過 來美國代表隊誰不服的 你可以去美國任何一個地方錄一下嗎 有的話發給我看他愛的外套 沒見過 跟美國在15年沒見過 真是 請他 真請 廁所套能自己換的 這個東西十幾年前很多國家就有了 台灣的一些飯店也有 美國的一些飯店一些地方也都有 我都看過日本也有 而這個東西還是人家美國發明的 我不知道你這些人天天在幹嘛 昨天還有一個自稱是台灣人的 大戰中國有共享機車好先進啊 下次看到惡奈米中共自製的晶片 你再跟我說好先進啊 我們會比較服氣啦 而最近盛上到了廣西的甘蔗園去視察 途中摸了一根甘蔗 結果這幾天瞬間成了中國人民的打卡朝聖點啊 大家都來這根甘蔗拍照親吻上前撫摸打卡 想著跟聖上間接的水乳雕龍 甘蔗面啊 從粗糙被摸至光滑 那很多人會說 你看這麼多人還把聖上當信仰在崇拜 離中共倒台還遠著呢 我想說啊 中共它本身就不是靠選票上台的啊 人民的討厭跟喜歡不影響中共的政權啊 能影響它的只有外來武力或是自己黨內鬥爭槍桿子叛亂 國外尤其是歐洲也是很多這種摸銅香摸到光滑的一些物體對吧 但人家那是幾百年或是幾千年前的神話故事啊 或是這個很有非常有紀念意義的東西 看來聖上跟歐洲這些神話是同等級的 而還只是一根甘蔗在中國 我只能說啊 中國人民太厲害了 那影片的最後要跟大家宣傳一下我們攝徒的活動 今年的12月15號到明年的1月1號 我們攝徒跟凡空洞酒吧有合作 明天晚上7點半我也會在凡空洞的庇護所啊 現場跟大家見面 如果大家有來消費的話 那酒吧有販售這個八九專屬的調酒還有餐點之外 還有展示我們品牌的衣服哦 那喜歡的話可以到我們的官網做這個購買 那還有一些優惠活動 吃的喝的買衣服都有優惠活動 那歡迎明天大家到場來同歡 那關於活動的詳情跟這家店的地址啊 我會放在資訊欄那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次見了掰